根據多家外媒體報導 冰島氣象局的官方網站宣布 位於加林達維克北部的海爾加費德火山 在當地時間昨天晚上10時17分左右開始爆發 由當地媒體捕捉到的畫面可以看到 熔岩不斷在地面裂縫噴出 夜空被橙色、紅色和黃色的火光照亮 一架海岸警衛隊直升機升空 扩認火山爆發的確實位置和規模 即使火山位置距離首都雷克雅維克只有170公里 車程只需要2小時左右 但是目前基夫拉維克國際機場仍然正常運作 航班升降並未受到影響 據了解這次已經是冰島過去3年以來 經歷的第四次火山爆發 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